5比0 四欲赛又一场大胜 血洗云南至今不败 基本确定世界杯名额 大家好 我是三峰说球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下四欲赛 今天凌晨四点 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继续进行 虽然国足在亚洲十二强赛中惨遭逼平 但有着欧洲中国队支撑的英格兰没有翻车 他们面对云南球队阿尔巴尼亚 打出了一场五球血洗对手的大比分胜利 目前英格兰还剩下最后一轮比赛 他们暂时以三分的优势排名小组榜首的位置 不过考虑到英格兰的竞胜球比第二名波兰多出六个 来万的球队应该是很难追上 英格兰即便输球也能轻松晋级 而他们的末轮对手则是堪称欧洲第一弱旅的圣玛利诺 这场比赛极有可能是一场单方面屠杀惨案 因此英格兰已经锁定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入场圈 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悬念了 本场比赛英格兰排出了352阵型 斯通斯和马奎尔坐正中位位置 原本打右边位的沃克再次被安排在右中位的位置上 这也是索斯盖特在欧洲杯赛场尝试过的阵型 两个编译位则是齐尔维尔和詹姆斯 亨德森和菲利普斯负责中场拦截组织 顶在封线上的分别是福登斯特林和凯恩 虽然看起来不同于传统英式四字二阵型 但是三中位成为独坛主流的情况下 这只相对年轻的英格兰 还是展现出了极强的竞争力 比赛从一开始就进入了英格兰的节奏 后防核心马奎尔开场第九分钟完成破门 助攻他的是右边一位詹姆斯 第十八分钟凯恩打开了进球账户 他在二十七分钟时间里完成了冒的西法 期间还抽空投桃暴力 给亨德森送上了一次助攻 半场结束时英格兰已经五球领先 索斯盖特从第六十分钟开始就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员调整 下半场基本上以练兵为主 没有再强行发动进攻 英格兰也得以收获本届四月赛第三场五比零大胜 另外两场的对手分别是圣玛利诺和安德尔 在今年夏天的欧洲杯决赛上 英格兰先进一球却龟缩防守 结果被意大利追平最终输掉点球大战 外界从未停止对三十军团的嘲讽和谩骂 尽管如此英格兰的整体实力超强 这一点绝对是毋庸置疑 是于在前九场他们七胜两平保持不败 是除了九战全胜的丹麦之外 战绩最好的欧洲球队 英格兰29个进球 三个失球的攻防表现 也仅仅次于丹麦和德国队 目前英格兰积23分位于小组榜首的位置 第二名波兰积20分 但是比英格兰少了足足六个竞胜球 由于波兰和英格兰的两回合交锋已经结束 两队下轮的对手分别是匈牙利和圣玛利诺 前者在欧洲杯在场大方一彩 后者则是著名的大礼包 因此除非英格兰输球的同时 波兰能够竞胜匈牙利六球以上 否则在相互胜负关系处于下风的情况下 波兰也绝无可能实现反超 小组的形势非常明朗 英格兰极有可能以不败战绩锁定世界杯资格 波兰则会获得附加赛资格 而在世界排名方面 目前英格兰高居世界第五 在明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赛场 凯恩·斯特林领衔的三十军团 必定是主要夺冠热门 好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喜欢参风的给参风点一个关注 也欢迎球迷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互相交流学习 谢谢大家 再见